多谢耶稣 我今天的信息是不要白占地土 这是耶稣所说的其中一个比喻 这个信息大家看名字觉得很强烈 我想说无论我说的信息有多严重的警告 我一定是用很多恩典去推动人 这件事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爱神,侍奉神 不是说吓得很害怕 如果我不做的话,很严重 要斩下来 如果这种心态是很恐惧的 我们应该说神这么爱我们 推动我们不要白占地土 去遵从神,去侍奉神 是神喜悦的 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留意我在讲的时候 先讲到神的恩典 来推动我们不要白占地土 而不是一种恐慌之下做基督徒 为什么我会说这些说话呢 因为有些基督徒事实上 会觉得我不够爱主 我做得不够好 做也做不到 很难 很多时候会有这些感觉 我希望大家时时都会 鼓励自己,安慰自己 我真心爱耶稣 耶稣一定欢喜 我真心侍奉主主一定欢喜 神一定留意到 祂会纪念,祂会赏赐 我们人就会开心 还有我也鼓励大量敬拜 大量祈祷 或者你在小祖 或者在任何情况 或者你帮任何一个人 都尽量是时时很多恩典去推动 比如敬拜也是的 我会鼓励怎样呢 不是单日一路敬拜 我们可以讲到 因为圣经讲到 当我们亲近祂 祂是很欢喜和亲近我们的 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可以说 我们亲近主 多谢耶稣你这么好 你真是美善 我们同时都可以说 我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神一定亲近我们 神一定喜悦 神一定接纳 一定祝福 这样的时候 敬拜的人就会有信心 就不是好像觉得 经常都敬拜去不去到个位置 我们大量祷告都可以这样说 就是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神是很欢喜的 神一定质疑倾听 神一定回应 神一定祝福这个圣经所说的 当我们真心呼求祂的时候 祂一定会祝福的 这样基督徒就更加有信心 来到神面前 信心是什么呢 是信神所应许的 神答应了 祂一定亲近我们 祂一定回应我们亲近祂 那我们的心就会平安兴盛 一日都开开心心 就不会觉得呼干 时时都会从神得力的 好了 首先我说出一个 一样的真理就是神在做我们 是为了叫我们行善 叫我们能够 能够活出神的果子 其实重生这件事就是 神是 他将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 因为神的本质 就是充满很多美善的 神是充满美善的 你留意我常常说神的美好 为什么要说神经美好 我用一个比喻给大家听一下 比如有一个爸爸 他事实上对他的子女很好 不过他有些子女就 喜欢这个爸爸和爸爸好 但是有些子女就对这个爸爸 有些不满意 他们不接纳 另外的子女就对于爸爸有一种距离 好了 那些子女跟爸爸的关系好 他就告诉那些子女听 他说 其实爸爸很好 他真的很接纳你 你不要觉得他不接纳 他真的很接纳你 他告诉其他的子女听的时候 他说我曾经失败 但是我爸爸依然很接纳 我们爸爸也接纳我们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 他说出爸爸多好 其他子女是会受影响的 但是如果他只是说 你要尊敬你爸爸 你要纪念你爸爸 你要对他好 他就常觉得要做要做 大家听不懂这个分别 如果只是说你要尊敬爸爸 你要听爸爸说 你要去找他聊天 这种是一种责任 但是如果他说 爸爸真的很好 你记不记得上次他怎么帮你 他怎么接纳你 怎么说好的话 这个人就会看到爸爸多好 所以在我的信息 我经常都说神多好 我希望大家都经常想到神多好 于是我们就喜欢神 欢迎神 我顺便说一下 我在下午有个侍奉粗练课程 在除了每一个月 第一个礼拜之外 其他下午都有的 这段时间都是说到建立神的关系 而这三次都是说到 如何用恩典激励和推动人的 都是说到恩典推动人是最好的 好了 我们重新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本质就是喜乐 祂就将喜乐放在我们里面 有很多人说一信的时候真的很喜乐 但有些人说后来慢慢失去 原因为什么失去呢 因为他少亲近神 他不看到原来亲近神是会带来很多果子的 有些人想到亲近神 哎呀我又要祈祷了 我要抽时间祈祷了 我要抽时间看圣经 就是觉得我要做 当我要做的时候 他未必有很大的动力 但是经常说 神就是喜乐的来源 我一亲近他可以喜乐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时时和神结联 他的重生 神给我们重生就会带来果子 继续带来果子 不是只是初信那时候 是以后一直日日都是的 当我经历圣灵的充满 神的爱涌流 当这个报道家为我按手的时候 我是很感激 可以这样经历神 日后来我经历喜乐 我就非常感激 一直保持 每天都保持 每天都很多次和神说 你真的好了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在我里面的喜乐就涌流 当我时时有这种生命的时候 很感谢主 真的神是祝福我 使用我 最近有一个人 接触我在加拿大 其实如果大家在YouTube 找严牧师 你会看到这个人 他那个见证 他戴一顶帽子 是兔子帽 两只大耳朵 他就分享 他是录音而已 所以他只是一个照片而已 他本来有忧屈 身体的问题 分架问题 当我在网上帮他和他聊天 在加拿大 和他聊天 和他祈祷 他整天就开心 他开心之后就告诉他 给香港介绍他的人 接着他就介绍了好几个人 就来找我去帮助 有些人都经历到神的一种平安喜乐 就是说 当我们不是只告诉人家 你要做什么 而是说神多好 而我们带祂祈祷的时候 都是告诉他 神多美善 神如何祝福我们 我们如何兴散平安喜乐 他们就会受感染 是因为我们里面充满平安喜乐 而不是说我们充满命令 我们不是充满命令 我们是充满神的平安喜乐 但同时我会遵从神的吩咐 神的生命就是充满喜乐 而当我们改变的时候 也会抗拒罪 因为神是圣结的 会承认我们的错 会遥恕 因为神是赦免人的 于是我们会遥恕人 我们就会忠意神和喜悦神 爱慕神 因为神有这么美善的 又会以善性恶 这个就是在人重生的时候 可以产生这些果效 因为神的本质 都是这么美善的 我们越亲人神 就会越带来的果效 而我们得救 是带来很多的果效 《以乎所书》二章八节 我们得救是本乎因 原文是直着信 直着信 为什么呢 直着信的方法 不是好像两个原因 因和信 信不是一个原因 信是一个方法 好像有个人快饿死了 有个人救他 给他一些东西吃 他会说 今天有个人救我 我差不多饿死了 不过幸好我也肯吃 有些人说 你肯吃有什么可以夸耀呢 你饿到死了 别人给你东西吃 让你不用死 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你只是直着拿他的礼物 你拿的礼物有没有可夸呢 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的信心 是完全没有可夸 只是领受礼物的方法 所以是直着这个方法 本来饿死的 现在得到食物 我们得救是本乎因典 直着信我们就能够得到 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 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神的工作 神做我们 将我们重生做那一次 然后在基督耶稣里造成 要做什么呢 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就是神预备了 叫我们行的 而这些行这些善 就算你给了一杯凉水 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赏赐 神一定会纪念 神一定会祝福 所以任何的 我们活出的果效 任何的生命的表现 神都喜悦 这件事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礼物来的 还有神的华语 有改变人的能力 就是重生能够改变我们 我们得救改变我们 我们圣经也都改变我们 就是神做不同的事 第一 祂救我们 祂的本质 祂重生我们 祂救我们 然后圣经也都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想到圣经 圣经是很多应许 还有改变人的能力 譬如祂说到 劳苦担重担的 可以去那里得到安息 你信这句话 你就倚靠耶稣 可以得到安息 耶稣说我的骄是容易 我担只是轻省 圣经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而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的话语对教导我们 督宅指出我们的错 叫我们归正 教导我们走一条二路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就是神的生意 就是叫我们活出耶稣 有耶稣的生命 能够去祝福人 能够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买一样东西是有目的的 你买一件衣服要来穿的 但如果你买一件衣服 一穿就会破坏的 那你当然拿回去退 如果可以退的话 那件衣服要来穿的 你一穿就会破坏的 很容易就破坏的 那你当然说这件衣服有问题了 你买手机要来打电话的 或者上网了 那你买了手机 又不能打电话又不能上网了 那你当然拿回去退了 就是凡一样东西 由人做出来 一定有个目的 好了 神救我们也是有目的的 神救我们 救了我们之后 叫我们享受神 就叫我们能够帮人和救人 就是神做人的目的 让我们能够结出这些果子出来 好了 那怎样有果子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尚在耶稣里面 因为神就是生命的来源 他里面 是涌流出外 涌流出关心 涌流出喜乐 喜乐 怜悯 在他里面 是很好的 我们尚在他里面 我们就一定会结出果子 有很多人说很难 其实呢 当我们说耶稣这么好 我们感谢神 还有呢 放下这些重担 放下人的影响 我们就会有果子的 二汉十五章五节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尚在我里面的 我日尚在他里面 此人就当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日不尚在我里面 就像知子 雕在外面枯干 人十起来 游在火里 烧鸟 耶稣说得很简单 不是很难的 结果子不是很难的 你尚在耶稣里面 为什么尚在耶稣里面呢 是思想神的话语 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建基于圣经 不是圣经以外的东西 在圣经里面找 很重要的 因为我实际上发现 有很多坊间的教导 是圣经没有讲的 甚至是违反圣经 比如一个例子 有些人经常被攻击 耶稣明明说 我已经赐给你拳兵 链蛇与蝶子 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圣经讲到 我们是胜过仇敌 当然犯罪就会被魔鬼留地步 有些人就伤风又攻击 同人吵架又攻击 你想想为什么同人吵架呢 是我们的罪的问题 就不是说 有些人甚至跟我说 你经常跟人赶邪灵 你会被攻击的 你去宣教会被攻击的 这个就好像做耶稣吩咐的事 就会被攻击 其实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根据 做耶稣吩咐 耶稣说什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是保守我们的 所以有些教导 是令到人很害怕的 其实我们不用怕 是走神的路 只要我们亲印神 神处理生命 除去一切的罪 有任何罪的意念 立刻悔改 立刻改 你改不完 你总之尽力改 神就喜悦了 不是我们完全改得了 譬如你还是烦恼 不过你说 我尽量感谢神 我开心了些 那你就欢喜了 你就不要说 我还有些烦恼 我们继续处理 神就欢喜了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正面 就不用怕的 就不用怕 哎呀 又魔鬼又攻击 我们深信 我们是真的在神的祝福 并且不用怕 就在有些人很害怕 什么就作 耶稣已经为我们 承担一切的就作 叫我们不会受到就作 所以我们亲印神 遵同神 处理生命 是不会有就作的 这个是一种 令到人很害怕的东西 耶稣说什么呢 常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常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是时时有神的话 以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 并且亲印神得力 这样的时候 你就时时会结出果子 很自然的 当你亲印神 你的心就有平安起来 你就会有动力去揉树 去帮助人 去祝福人 这个就是结出的果子 神又常跟我们一起 这个人就会多结果子 很简单 就是看圣经 祈祷 亲印神 祈祷的时候 不要只是祈求 多些去宣告神的尾线 诗边你看很多 宣告神的尾线 也都宣告神是会回应我们的 我们亲印祂一定亲印我们 我们在祂里面 祂一定在我们里面 并且我们多结果子 我们凡是常去祂里面 我们祈求就会得着 所以我们要宣告 神真的回应我们的祈祷 我们就会有信心 这些是加添我们的信心 就不是好像 永远都好像 永远都到不了 神啊 快点帮我吧 神啊 哎呀 我永远都到不了 还有很多困难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整天都是 我永远都在困难 在水里浸着 快点救我吧 快点救我 也都没救到 这种是一种 就是很惧怕的基督徒生命 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的 耶稣说了 祂一定跟我们一起 所以就坚固自己 祂一定跟我们一起 我一定会结果子 我亲近祂 我倚靠耶稣 还有除去垃圾 想到那些不好的东西 我就放下 不用再想的 不用介意的 别人说什么 不用介意的 这样的时候 他没有了垃圾 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 果子出来 因为离开耶稣 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们不是靠自己做 是耶稣在我们里面 令到我们做出来 但如果不在他里面 就好像知此在面 枯干人 拾起来 涌在火里烧了 那他就很惨了 这个是警告 圣经有恩典 有警告 这个是警告 不想在他里面 就会涌在火里烧了 这个肯定不是天堂 这个是地狱 就是说人真是灵 同神关系是灵 完全没有亲近神的时候 他是不会得救的 好了 那我们里面有恩典 这个恩典就是神和我们一起感动我们 吸引我们 并且常与我们同在 加力给我们 这个也有律法 当我们不遵从的时候 会有 涌在火里烧了 那比重应该怎样呢 基督徒是不是天天说 如果我不亲近 我就会涌在火里烧了 我们需不需要有人害怕呢 其实我们亲近神信靠耶稣 我们不用害怕这件事 但这件事在我们心中是一个提醒 提醒就是说 我们不亲近神是可以失去救恩 我们不遵从神犯罪 是耶稣可以说不认识我们 那我们就处理生命 就是在圣经里面说 不是经常在一个惧怕之中 有些人说圣经有很多警告 圣经有警告 不过那些是警告法理赛人不肯悔改 以赛人他们很深硬 以赛书第一章是很严重的警告 但最后说什么呢 第十八节 你的罪虽像诸红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仰慕 就是当你一找耶稣 找神 神一定赦免的 所以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的罪有多大 我们一悔改神就赦免 所以这个警告应该是一个小的部分 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知觉 犯罪是有严重的后果 而我们一亲人耶稣 神很欢喜 而是神吸引我们的 这个是恩典作为一个动力 恩典我想大家分辨一样 恩典是神关心我 神爱我 是神做的 就不是说我先亲近神 是神找我先 神吸引我 这个是恩典 有些人我问他 因为我帮一些人去明白恩典 他问 恩典是什么 我要亲近神 我要亲近神 就是我做什么 这个是律法 我做什么 神先爱我 神吸引我 神祝福我 所以我不会用你要亲近我 当我一亲近他 他就祝福了 当我一亲近他 他就祝福了 神已经定义祝福我们 所以先讲神的恩典 然后先讲到我们所做 而我们所做的时候 就是一做的时候 神必然回应 当我真心做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都心乱心信 我一亲近神 神一定祝福我们 没有反应 那里不是你们 电脑没有反应 对不起 谢谢你们 很有反应 电脑麻烦你和我移一移 为什么没有反应 OK 好 怎么样得力呢 怎么有果子呢 这里这三种祈祷 是亲近神的祈祷 当然除了这些祈祷 也都可以有献身的祈祷 就是耶稣我爱你 祝福 感谢天父 你真的好 我愿意将生命献上 你都可以代祷 为了其他人代祷 但这三个是 建立和神关系的祈祷 第一是恩典从上而下 神好爱我 神好祝福我 神我心里有奇妙计划 祂要做伟大的事 我希望大家祈祷多些这种祈祷 例如领祈祷 我们说 多谢天父 你现在就在这里了 有些人说 你怎么知道天父在这里 神经说了 祂无所不在 我们亲人 祂一定亲人我们 祂一定在我们里面 所以一定在这里 没有理由不到 耶稣不会不到的 所以我们宣告 耶稣就在这里祝福 现在耶稣都看着你们 你不要以为 耶稣好像警察 看谁不听话 耶稣其实在圣经里面 看到圣经很多时候 讲到神如何欣赏人 你一杯凉水 神也会纪念 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 神是纪念的 我会这样说 很多人敬拜 赞美神 或者听到 他的注意力 假设能 100% 到底注意力有多高呢 当你有50% 神就不会说 你还有50% 还没有专注 神会说 你真的好 你有50%专注 就是好像 给了一杯凉水 一个小子 是很小的事 神都欣赏 所以我们就说 我有专注的程度 神就欢喜 但我们不要停留在50% 我们更加学习 如何更加专注去爱神 专注去听道 因为恩典的祈祷就是宣告 神现在很喜悦 神祝福我们 敬拜就是我们向神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亦都加了一些说话 就是我捉住耶稣 我喜欢耶稣 我欢迎耶稣 我需要耶稣 加多些有感情的说话 令到我们跟神有感情 其实神是想我们跟他有感情 神是跟我们有感情的 祂常常想念我们 婦人伊南忘记 她吃了鸭鞋 神就比他妈妈更加想念我们 神因我们欢恩喜乐 物而爱我们 请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神是很有感情的 所以我们都学神 对神很有感情 在祈祷的时候 不要只是理性的 或者只是求 而是跟神交流 欢喜神 神就自然将你所求的 还有你未求都给你 因为圣经说了 神是爱祂的人预备器 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即是说你未求 祂已经为你预备了 互动的祷告 一边祈祷一边 信神是会回应 祂会祝福 祂未必照我的心意 但祂会有最好的心意 这一点很重要 有些人说 我一定要结婚 一定要结婚 神你快点给我 神可以说 你适合单身 很痛苦 单身很痛苦 其实单身 你可以有更多自由 你可以关心人 你可以更多的侍奉 你不用想着回家 又要照顾另一位 或者子女 你可以有自由去做很多的事情 你可以享受单身的生命 有些人说 我又人際关系又不好 我又没有朋友 我又很孤单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结婚都不好 人跟人关系不好的时候 你跟丈夫关系不好 跟子女关系不好 我们什么时候都要祝福人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会提升了 所以希望经常都说 神一定会将最好给我 我爱祂 祂一定会将最好给我 于是祈祷的时候 一路祈祷 一路欢喜 我祈祷是这样的 一路在心里面 一路想着 耶稣现在欢喜我 多谢耶稣 感激耶稣 耶稣又欢喜我 多谢耶稣 我总是在这个状态祈祷 我不会说 神父 我很惨啊 很惨啊 哎呀 给人听话 又很惨啊 很惨啊 我不会这样 我总是看到好的地方 总是看到神的好的地方 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每天都开心啊 一起床我就开心了 是没有原因基督徒是不开心的 是没有原因的 一起讲 是没有原因基督徒是不开心的 是没有原因的 不需要的 我们常常在活在神的喜乐之中 当你有这种生命 你一定结果子 你的人爱喜乐和平 就会产生出来 而且敬拜的时候 是整个灵与云 因为耶稣说用心灵成实敬拜 这里我就讲到怎样结果子 因为生命怎样结果子 然后就先讲到最后的讯息 最后的部分就是 不要行难不结果子 不要白占地土 那么云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整个思想认同神是最好的 经常都说神是最好 神是最好 我听过有时有些基督徒会卷说 神都不帮我的 哎呀 很多东西 为什么这么多灾难 他觉得灾难就是神不帮人 其实这个世界就是 因为人们不听话 所以这么多灾难 不是神不爱人 神很想救人 但是人们不听话 于是带来这个世界 这么多灾难 这么多的问题 而我们改变世界 是什么方法呢 是我们活出神的爱 改变我们周围的基督徒 带领人信主 让基督徒影响这个世界 神改变这个世界的方法 是透过耶稣 不是透过外面的方法 一定是透过耶稣的救恩 所以我们带领更多人信耶稣 改变他的生命 过基督徒的爱主 一定会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思想 神是最好的 以至我决意跟着神 神就会起于你 我听了耶稣说 耶稣叫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感情 其实很多人就是 但是跟神关系是缺乏感情的 其实你养一只狗 你都跟狗有感情 你跟朋友都有感情 跟神是应该 绝对有最强的感情 因为没有人像神 没有人像神那么好的 当我们数算神 怎么样 我们不听话 他都吸引我们 我们就应该喜欢神 神给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我们多谢神 神给我们的身体那么好用 多谢神 每一样东西你看 眼睛在前面 在上面 口在下面 否则在上面 眼睛在下面 你吃东西就遮住眼睛了 鼻子向下 不是向上 向上 雨水要下来 汗又会流下去 很多东西都是很合用的 我们身体很多东西 全身你每天看 都是最合适的方式 神你真的好 神又给人有感情 就算给动物也有感情 真的好 你网上看很多种 不是只是猫狗 雀鳥也有感情 那些人救了雀鳥 雀鳥经常跟着人 这些都是看到人 和动物 都是有感情 从神那里来 我们就整个思想意志感情 奔放去神那里 神啊你真的好 我真的喜欢你 真的好到不得了 我希望大家常常都喜欢神 你喜欢神 神就喜欢你 更加喜欢你 神爱世人 不过喜悦那些以神为乐的人 以神为乐 以神为你的开心 不是吃雪糕是你的开心 吃雪糕开心没问题 不过你不要只吃雪糕才开心 不要只吃那些甜品才开心 而是以神为我们的喜乐 最大的喜乐 这些甜品都是神做不过的甜品 不要多吃 因为糖是对身体最差的一样东西 然后整个灵 烦在我里面都敬拜他 那你学习 每天都是这样 从心底处 我叫人用这个方法 放松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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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呼叫出来 放松喉咙 放松喉咙 多谢耶稣 好像你的心灵向着神 感谢耶稣 我欢喜来 多谢天父 你做做 发觉会有喜乐涌流 我也曾经有不同的人 跟我教他这样祈祷 他说 好喜乐涌出来 因为为什么呢 是法治内心的感激神 就会带来神的同在 带来喜乐 这个真的很得力 大家试下做 你觉得有困难 你找我 也可以为你祈祷 帮你如何进入这个状态 我们下午 就会使用促乱课程 很多时候就会训练人 如何去爱慕神 好了 果子包括什么呢 生命果子和侍奉神 果子不仅是做事的 是生命的果子 首先有生命果子 爱心、喜乐、平安、爱神 在生命流露出平安、喜乐 我真的见过一些侍奉人员是怎么样 很猛烈的 很急的 很紧张的 那些一做不到 很紧张 很紧张 或者立刻就会说这些人 那我们侍奉是否应该这样 这个不是耶稣的样式 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骗 学我样式者 这我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享受安息 因为我的骗是容易 我的淡子是兴生 神会负责一切的后果 我们只是负责 亲近神 尊重神 关心人 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果效是在乎神 是神做的 我不需要背着这个 就是背着个淡子 不用说哎呀 那些人还没听话 慢慢来 不要紧张的 事奉果子是什么呢 很少很少的都是事奉果子 欢迎人 对人笑容 代讨 为他们祈祷 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 传福音 建立灵命 全部都是神所喜悦的 当然跟大事命有关的 神更加体重 就是传福音 和建立他们的灵命 这是神所喜悦 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你不要只是传福音就算了 不是带他回教会就算了 你继续去帮他 求神给你智慧聪明 我有很多影片 你找到叶牧师 你找到很多我教人 如何做 如果你英文 好的 也都有很多英文的影片 在复兴宣教事工 我们的机构 在Facebook 你找到复兴宣教事工 因为那些影片比较漂亮 因为用电脑OPS播出 在叶牧师的叶牧 都一样有影片 不过那些质量就没那么高 因为用手机而已 你会看到我很多训练是有中文 有英文 但英文它们比较多 因为我不断在 帮了非洲很多地方买了仪器 每一个月四个礼拜都向他们发出这些训练 如果你的英文听得到的话 我有很多这些训练的材料 还有我现在在Google Drive 买了200个Gigabyte 有很多材料都摆上去 你可以跟我询问 问我 其实我网上的资料都有写到的 网上的影片下都有写到的 新的那些 第二 另一点很重要 结果指不难 很多人说很难 因为他觉得 很难脱离那些疾瘦 那些忧伤 那些烦恼很难 但是我就说不难 为什么呢 犯了罪 求主赦免 神就忠意了 圣经说 整个天堂欢喜了 我真心祈祷 神就忠意了 神就祝福了 我真心爱主 神就忠意了 将一杯凉水给人 神就忠意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 神都忠意 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也早点说 就是任何时候 我们带敬拜 带祷告 和人聊天 都告诉人 都说 当时依靠神 神就欢喜 多些传这个讯息 就是耶稣就特意去说 一杯凉水 我都会不能不能赏赐 就是告诉人家 最简单的东西 我都会折留 其实《课念经文》 马太十章那里 是很特别的 三样东西 他说 择待先知的 因为先知的名 择待先知 必须先知所得的赏赐 有些人说 我又不是先知 耶稣说 你不是先知不要紧 你择待先知 就得先知的赏赐 好了 有些人说 我先知都找不到 二人 找一个跟从神的二人 一个正义的人 因为二人的名 择待二人 必得二人所得的赏赐 好了 你说二人都找不到 小子就行了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字 放一杯凉水 吸着小子里的一个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这个耶稣有三部曲的 你可以做在先知的身上 做在全导人的身上 做在一个二人 爱主的人身上 如果不行 做在一个小子身上 神都全部照单传收 全部都喜悦 是不是很好 难不难 不难 你接待他 对他好 恩来他 有什么地方帮他 神就喜悦 所以我希望大家 整天觉得 祷神喜悦 是不难的 总之我有这个心 任何的动作 我对人微笑 关心他 为他祷告 探访他 帮助他 这些都是神所喜悦 那我们的心 就常常都会满足 就会做得来开心 我听过很多人 侍奉是做得很累的 我们是可以很开心 因为神很喜欢 因为我用一句 普通的人来说的时候 我们的老板 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不是他经常批评 我们做得不好 他经常欣赏我们做得好 所以我们 土神喜悦 并不难的 好了 最后这个警告 就是今天那个经文 这个不好 就是白沾地土 不结果子 今生来生 都有严重的后果 圣经是有清楚说到的 第一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这一节经文 在和合本圣经翻译 是有问题的 和合本其实是很好的 不过有些地方 它是翻译得不好 有些人就攻击 这些翻译本不好 那就是你讯错了 我会告诉你第一次 大部分的翻译 是非常好的 绝大部分非常好 一些小部分的地方 一些小的地方 可以改善 这里说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就有永生 下面是和合本 神的震怒上在他身上 那就是说你信耶稣 你就有永生 不信就有震怒 但是没有说清楚 其实原文这两个字是不同的 上面那个信字和下面那个字是信从 信和跟从是不同的 新义本是写什么呢 一起读一下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从子的人 必得得愿永生 神的震怒 上在他身上 这个才是原文的意思 就是说信而跟从的人 就有永生 信子 不信从的 你不信耶稣 或者你不跟从 就是只是信耶稣 不跟从 都不得到永生 得不到神的祝福 你信而跟从 有些人说 那就很大压力 我们早点说到 神的生命就会结果子 当我们在活在神的爱中 任何做的小动作 神都欢喜 所以就会有动力和轻省地侍奉神 而一个人没有信 或者没有跟从的时候 神的震怒上在他身上 其实都 你说很害怕 我也说过 这是一个提醒来的 因为我们基督徒 健康的基督徒 你感谢主 赞美主 你会帮助人 你就已经是结果子 你已经是跟从 你就不用怕死了 是不是神的震怒 今天又来了 今天发烧 这个不是神的震怒 我们不用害怕这件事的 不是 神不会说 你只是给一杯凉水 我要震怒 我的震怒放在你身上 不会的 你就算少少为耶稣做 你真心为耶稣做 神已经欢喜 我希望大家整天深信 这个说到不信从的人 是说到什么呢 他真的不是真的信 也不是真的跟从 耶稣吩咐他 他不去做 他不去悔改 这样的人 就常在神的震怒 什么时候再震怒呢 不是只是审判的时候 是常在他身上 就是说现在 所以是今生 一样是有后果的 一个人不结果子 是今生也有后果 但我希望大家 不是一直害怕到震怒 而是我活出圣灵的果子 我祝福人 我经常都有喜乐 有平安的 不过这是一个警告提醒 好了 不在神的震怒之下 什么人不在神的震怒之下 他真心悔改 信靠耶稣拯救他 他又去亲近神 去遵从神的时候 他就不在神的震怒之下 哪些人在神的震怒呢 轻看神 消灭圣灵的感动 就是推开耶稣 不悔改 不结果子的 这些人就常在神的震怒之下 有些人说 他又听话又不听话 那又怎样呢 我们第一要知道罪的可怕 我们就认罪 真心悔改 神一定喜悦 就算这个人 很多人没改到 他终于尝试去改的时候 神都会喜悦 神就不会将震怒放在身上 这个震怒只是说那些人 他是继续犯罪 而不知罪 不悔改 不觉得罪是可怕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大家深信 罪是严重的 比癌症更加严重 当我们对人有仇恨 不饶恕 有淫念 有污蔑的时候 这些是神喜悦的 我们就悔改神 求你帮助我 心里总是对付罪 有些人说很难 有些人说我看惯性情片 很难不看 我们知道这些是毒 这些一定会伤害 我们不可以活在罪中 有些人整天生怒一个人 他这么坏 我一定要生怒他 我们要化解 我生怒他越生怒我自己越受伤 他不好是他的问题 人家有问题 全世界都有很多问题 我们现在新闻看到的问题 只是冰山一角 全世界有多少人在 伤害人 杀人 侵犯人 冒犯人 强奸人 全世界都在发生着的 这些事 我们不能够改变 那么多人 这些人很多是 真的在罪中 他对我们的伤害是正常的 因为他 有一个人说过 罪人是不能够停止伤害人的 他就是不能够停止 所以我不需要 将他做的事放在心上 他说的是没有价值的 那时候我就不受影响 多差的人都好 是他的问题 我只是 我做回一个平安的人 祝福他的人 好了 这里就讲到耶稣 讲路加福音十三章 这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 正当那时 有人将比拉多 使加利利人的血 参集在他们 祭物中的事 告诉耶稣 耶稣说 你们以为 这些加利利人 比众人 众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这段经文 首先耶稣就讲到 因为有人告诉他 比拉多杀了那些加利利人 将他们的血 参集在他们的祭物中 他们献祭的时候 将他们杀了那些血 参集在那些祭物中 哇 很大件事 耶稣就说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些加利利人 比众人更加有罪呢 所以受这个害呢 耶稣说 不是 你们如果不悔 都要如此灭亡 那些灭亡 接着就是西罗阿流 那时候 倒了 就压死了18个人 下面的图就是 这些人画出来 西罗阿流 倒了 那是不是那些人 更加有罪呢 他说 不是 如果你们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所以耶稣的上文 是讲开 我们不悔改 都一样可以 这样灭亡 这个世界 不断有灾难发生 有人又说 是不是那些灾难 死的人呢 是不是那些人 就大罪一点 不是一定的 现在很多人 每天都有人死 是不是那些人 大罪一点 不是一定的 然后耶稣就说 一个比喻 他说 有一个人 有棵 有棵无花果树 栽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 却找不着 就对管源的说 看 我这三年来 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竟找不着 把它坎了白 何必白占地土呢 他种了一棵无花果树 种在葡萄园 葡萄园是比较漂亮的地方 葡萄园应该一定结果子 谁知道三年都没有果子 现在一个灾众的人来说 不如斩掉它 为什么崖了一个地方 不如用它的地方来种葡萄树 但是那个管源说 那个管源说 他说 下面那里说 这里还没讲 下面那里说 就是给他一些时间 这要说到什么呢 下面有写到 神能够叫人结果子 首先是神 他能够叫任何人都结果子 你亲人他 你就会结果子的 你依靠他 你一定的生命改变 而神会寻找人的果子 他会看看这个人的里面 有没有果子 我们生命有没有果子 他会看的 这棵树是没有 他看到没有 神可以在今生审判 不结果子的人 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但是我讲这个经文 不是叫大家害怕 不过我们知道圣经是有警告 因为这里很明显地说 他说我可以斩了这棵树 不过我后来说到不斩了 接着下来 管源的说 主啊今年且留着 等我周围挖开土 挂上墳 以后若结果子变霸 不如再把他坎了 他就说 让我试一下 再试一下 给多些肥料 看他能不能再结果子 如果不是就斩了 所以依然神会帮他 神继续帮他 但是如果他真的不结果子的时候 是可以将他斩了 下面那里写着 神建立人结果子的 神会给人能力 建立人去结果子 神可以今生审判不结果子的人 就是他的生命完全没有果子的时候 神可以审判 所以信耶稣不要信 信耶稣是完全一式一样 一样的生怒人 一样的犯罪 一样的贪贪 一样的做不好的事 又不悔改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 神是可以审判的 其实他的生命之中有很多问题 他和人会有问题 他的生命会有很多破口 很多不开心的地方 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结果子 我们可以失去神秘的机会 因为这棵树是可以斩去 有很多人 他未必真是死了 但是他生命是越来越破烂 有些人的生命一路破烂一路破烂 他人制关系不好 工作不好 药案都不好 情绪又不好 每一样东西都不健康的 这样的时候 他的生命越来越破烂 我们求主帮我们珍惜有的时间 不要以为永久有时间 我自己很多时候都会帮助一些人 处理生命 如果你有问题 你可以找我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结果子呢 因为太多烦恼 太多烦恼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从神得力 而且经常想起来 想起来想起来想起来 那些不好的事 而且灵命远弱 跟神没有关系 或者他没有能力做 做不到 或者太多责任 很多事情压住他 就是太多事情 他不要想到神那方面 或者让我先有空 或者最重要就是他轻看神 就是他关注他很多很多的事 这个蒂大利的故事 我想大家听过了 当时真的有人说 他说神都不能沉这一船 当他说这句话是野神的法路 这是一个神的即时审判的例子 他有16个防水的间隔 即是每一个间隔 是防水的 就算有另外浸了水 他另外 即是他这个也会防水的 但有6个破坏了 6个破坏了 水一路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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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整个船沉了 人就觉得 这船没可能会沉的 但就是沉了 第一次航行 就沉了 而铁达尼这个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希腊的神 其实这个很巨大有力的 Titan 这个神 他铁达尼号的人 是从希腊神话得到这个名字的 就是Titan Titanic 就以为这个巨大巨无霸 很有能力的 谁知道这个真的被人倒下了 大家很熟悉的李小龙 他觉得自己很厉害 所以那部电影也叫《死亡游戏》 我是很偶然 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学校有时问我们 有人来过夜 你可不可以给他在你房间睡 我说可以 有一个人来 他认识李小龙 他跟我说 他说我们小时候切磋 初头大家练习功夫 但后来离开了一段时间 回来找李小龙的时候 就切磋了 李小龙一出脚 就飞出十尺之外 真的很厉害 他又跟李小龙说 那是耶稣 李小龙说什么 他就像我那样 要什么耶稣 他就觉得我那么厉害 我需要什么耶稣 他以为是软弱的人 李小龙觉得无敌 但他死亡游戏真是成为一个真实 这个电影是影不完的 结果他就真的死了 这个印尼海啸 不一定印尼的人大罪一点 但这个也是一个警告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会有很多海啸 现在的瘟疫都是一个警告 从来未使过瘟疫会影响全世界的经济 影响到这样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 现在都不知道真是无了期 什么时候可以出外旅行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那些生意可以来往 那么自由都不知道 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其实这个瘟疫其实也不算很重要 不算很重要 但是因为预防的缘故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最后讲结果子的生命是怎样的 这个对的是警告 结果子的生命是怎样的 有四个动力 希望大家忌实 放在记忆中 神很爱我们的 祂因我们欢恩喜乐 而爱我们 请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祂很爱我们的 经常都说神在爱我们 神的爱是无条件的 神的喜悦是有条件 就算我们不听话 神都爱我们 神爱世人 那些不听话 那些他都爱 不过神喜悦那些爱他的人 遵从他的人 所以第一就是神很爱我 第二 我们是很宝贵的 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 神用很重的价钱 用耶稣的补血来救我们 然后遵从神一定蒙福 神说爱他的人意味 是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犯罪必有破坏性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很简单 四个动力 希望大家记实 第一就是神这么爱我们 那种爱是 那种长阔高深 我们想象不到的 第二 我们是很宝贵 个个都宝贵的 你和教你都说你是很宝贵的 你是极之宝贵的 极为宝贵的 不过问题是你有没有发挥这个宝贵呢 因为你经常都觉得自己 我说到一个字很贱 没什么用 做不到事 我希望大家觉得自己很宝贵不是贱的 是很宝贵 而我们怎么发挥呢 就是遵从神 爱神 事奉神 就一定发挥 而犯罪一定有严重的后果 一定 一定的 所以留在任何的罪中 一定有后果 有些人说 给我一样东西 这东西我就是留在这东西上 比如很多人其实沉迷于上网 都是一个罪 因为它控制你的时间 沉迷 有些人就晚上不睡觉 不停转手机转转转转 传信息 那时候的人 过过一班都是 在那时候经常传信息 他就依赖了这些东西 作为他生命的满足 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破口 破坏他的健康 破坏他的正常生活 破坏他和神的关系 也都令到他依赖神 依赖人 对不起 依赖人 好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结果 先做眼前可以做 任何你现在可以开始做的 关外人 关心聆听 个人见证 传福音 现在可以做的 任何人都可以做的 你见到一个人 你就帮他 鼓励他 欣赏他 欣赏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做的什么 为神做 神就欢喜了 你要祈祷 神就欢喜了 你要依靠神 神就欢喜了 你要改变神就欢喜了 而依奉神可以包括什么呢 欢迎人 聆听 和人做朋友 爱心 由右边关心人 帮助人 传福音 为人祷告 帮助人的灵命 神就喜悦 和赏赐 很简单的 你任何做得到 神就喜悦 当你越做的时候 你越有满足感 你就进步了 求神带领你 神就会带领你 神一定带领你 神一定想提升你的侍奉 只要你愿意的话 神一定会提升 而听话遵从神的人 就一定蒙福 怎么蒙福呢 你会有平安 喜乐和力量 你整天都开心 像我所说的 圣经广道 靠主喜乐 其实原文就是 rejoice in the Lord 就是在主里面喜乐 整天都说 神这么好 我就开心了 神回应我 我就开心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喜乐是很重要 神给我们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所以我们时时都说 神欣赏我 多谢天父 我希望大家将这个放入你的生命里面 我一亲人神 神就喜欢了 总是相信 我一亲人神 神就欢喜了 我一遵从神 神就欢喜了 我一祝福人 神就欢喜了 我做任何一位神做 神就欢喜了 我一悔改 神就欢喜 全部都欢喜 所以我就可以开心了 全能的神都喜欢我了 人就有平安喜乐 然后神就赐给你健康体力 你就越来越有体力了 有工作能力 也都能够有经济 有美好的友谊 当我们关心人 有美好的友谊 有美好的婚姻 或者美好的单身 都可以的 神又给你恩赐智慧 和侍奉的机会 神会提升你的 还有生命的提升和发挥 神是会一直一直为你开路 现在我也有不同的路 为我开了 不过我自己都要 看看哪些行量 做哪些不做 因为有不同的机构都邀请我去教导 我不能够做得太多 我要平衡 我又想影响他们 但我要平衡 你越有这个心 你是越可以给神使用 你如果有这个心 想给神使用 你告诉我 我是很乐意训练你的 而我们星期日下午 那个粗练课程 会帮助大家 所以鼓励大家 不要白占地土 老爷经常享受神 活在神的同在 幻有神的更新改变 经常享受神 想不想 这样的时候 你就要做一个 蒙福的基督徒 千万不要做那些 紧紧得救 好像在水里 快要浸泡了 整天的鼓励 浸泡了 水里 有些基督徒 像这样 整天都要浸泡了 差不多浸不到 我希望大家 不是做这种基督徒 而是整天都得力 不是活在 指控活在软弱之中 而是时时得力 我们一起起床 唱这首诗歌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求主帮助我们 真是 走在神的路上 求祢赐给我们 悔改的灵 已经靠耶稣的心 欢喜耶稣的心 也都知道 我们任何事 为耶稣如做 神都欢喜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主要今天接我的灵魂 我是不是 真的神称赞我呢 主要今天接我的灵魂 多谢耶稣的心 我能担心 如果是尽的灵魂 向主献臣 数罪大人八百首 共生美食我即去乎 我能与自己人住 美宁日日来归耶稣 喜可好修回天赴 随上四日去到光阳 现时喜悦再去到 可敢奉献全身全身 受罪行命可祈祷 共生美食我即去乎 我能与自己人住 美宁日日来归耶稣 喜可好修回天赴 共生美食我即去乎 我能与自己人住 美宁日日来归耶稣 美国好修回天赴 主耶稣多谢你 多谢主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 省策着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什么 卡住我们的生命呢 求主帮助我们 放下所有卡住我们生命的东西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人制关系 任何的问题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绪 也都深信当我们一悔改 神就欢喜了 我们一悔改 神就欢喜了 我们一亲近 神就欢喜了 我们一依靠 神就欢喜了 我们一侍奉 神就欢喜了 任何我们为耶稣而做 我们欢喜 我们天天可以 称赞一下神 又称赞自己 天天都称赞神 又称赞自己 不是骄傲那种 而是我有做 为耶稣做的 神是一定欢喜的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神就喜悦我们 多谢耶稣 主要我们愿意爱祢更多 你跟耶稣去说 耶稣我愿意爱祢更多 我愿意向祢悔改 我愿意更新改变 听祢的话 去祝福人 我们都深信 我为祢做任何事 祢都欢喜的 我们为耶稣做任何事 祝福任何人 神都欢喜的 我们亲近你 神又欢喜 所以我们可以开心快活 我们可以开心快活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们可以活得开心快活 我们可以有力量的 天天都感谢神 赞美神 也都因为神 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而欢喜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 圣明阿们 我们一起用主都文 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而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而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愿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权并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圣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 我们的圣灵的感动 尚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悔改 而神一定会欢喜 叫我们真正去亲近神 神又一定会欢喜 叫我们去爱神 神又一定会欢喜 叫我们去服侍神 神又一定会欢喜 无论多小的事 我们都可以欢喜 我们为主做的 神都欢喜 我们都可以开心快活 每天都开心快活 丢掉垃圾 主保识我们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阿利路亚 到解天父 到解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